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忙人 冬节长 西节短 专帮人劫难亭 饥饿如愁 无济得失 满腔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还得多几会儿啊 有一个大杂院住着街坊特斯林 新朋友就相识 有事儿没事儿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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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大姐您别扫了 您还没给完签了 谁没给你签了 刚才我不是给你六十块钱的吗 不行 您给的六十不行 我那些原价买八十 是啊 原价谁买你的呀 是咱俩说好了 你给我打八折 我才买你的呀 不行啊 八折完了时候 您得给六十四啊 您给的六十块钱 这还差四块钱呢 真抠门 不就那四块钱吗 真是的 至于你这么大老眼的 借我过来啊 那是 我卖一双批钱 才挣多少钱呢 不过签勺了 我告诉你我不卖 你不卖 不就那四块钱吗 行了 我做主了 那钱啊 免了 咱交一捧吧 先走了 大姐 我回去 那行吗 大姐 你要是跟我脚朋友这事 我倒挺愿意 你这长得也不错 你紧张多长 我啊 我是您 我说你这人够逗的啊 你这做奶奶还在调戏妇女的呀 你 谁调戏妇女了 是你想跟我要交朋友 是你想调戏的我 我调戏你 你抽筋长的德行 我调戏你 我不就为了省这四块钱吗 你要挣跟我交朋友 这钱我还挣不要了 我我豁出去了 你豁出去了 我可豁不出去 合着我这么大一活人 我就值四块钱啊 那你这豁不出去 你把钱豁出去 给我钱 不行 钱我也豁不出去 钱豁不出去 你把东西给我 你啊 把皮鞋给我 我退给你六十块钱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你 咱俩两千 不行不行不行 东西我也豁不出去 我瞅这皮鞋 我穿的肯定合适了 那不能搞那一人合适啊 你都豁不出去 那感觉我豁出去 你不要钱了 我拼我二人不强了 我告诉你 不管是狠狠 或者是钱 或者是东西 你准备一个嘴老鱼 来人啊 来人啊 就是干什么干什么 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干什么你啊 咱妈 你说咱妈 你们拉骗手啊 谁拉骗手了 欺负人 欺负到人家门口去了 谁欺负谁啊 这他买我皮鞋 他还差我四块钱呢 我 谁 谁也差你钱了 你啊 我那叫给多了 我跟你说吧 就像你这种皮鞋 要到大商场里去买 顶多二十块钱一说 好啊 别往大省厂买去 别在我这踏上买 在我这踏上买 就这价 什么就这价啊 你 你这就是假冒伪劣 我告诉你吧 我这钱呢 就不给你 就不给你 你能把我怎么着 你这得给我 就不给 就不给 就行了 行啊 我说你一个男同志不就差四块钱吗 豁出去 不要吧 我豁出去 我豁出去 你把钱给我 行行行行 哎呦 李二姐啊 你看你一个女同志让他追的满大街这么跑 这影响多不好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真跟他怎么招了呢 豁出去 再给他四块钱 不行 我凭什么呀 我豁不出去 这 那你们俩都豁不出去 那你这事你 哎 那弟弟两块钱谁的呀 呦 那是我刚才调的 干脆 这么着吧 你豁出去 再给他两块钱 你呢 豁出去 两块钱不要了 好吧 就这么着 别吵了 这么着吧 不行 豁不出去 还豁不出去啊 那你们 我豁出去 我再豁出去 两块钱 一共是四块钱 走人吧 走走走 谁让你替我豁出去 哎呀 你豁不出去 我替你豁出去 两块钱 我豁出去 走人呢 走 哎 马大姐 哎 马大姐 谁让你替我豁出去了 那两块钱是我的 你还我吧 哎呦 接了接放的 两块钱 还用你还我 算了算了 不是马大姐 怎么能算了呢 那那那那两块钱是我的 你得给我还钱 我还你 嗯 刚才我不还替你出了两块钱呢吗 谁让你替我出了 谁让你替我出了 我用得着你替我出那钱吗 谁用我替你 明明刚才 不领情是吧 得 算我多管闲事 我认倒霉 我认倒霉行吗 不行 马大姐 你认倒霉行 我凭什么认倒霉呀 刚才地上掉的那钱是我的 你得还我钱 喂 那钱我不是给了那卖皮鞋的了吗 你凭什么给他呀 那是我的钱 是你的钱 你不差人四块钱吗 你差人钱 你不给人行吗 谁差他钱的 谁差他钱的呀 再者说了 我就是即便差他钱 我也用不着你替我给啊 哎 你想想这两个 我在地上掉了两块钱 我刚想捡 你给我捡起来了 对吧 你捡了我的钱 你应该先给我吧 你不能自个儿瞇起来了 你给我钱 谁瞇起来了 我没瞇呀 我不是给了那个 你明明看见的 我把那个 给我 你要气死我啊你 哎呦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哎呦 这是把我从活起到死 从死起到活呀 什么死活呀 这 你就别生气了 这 往后吸取教训就得了 那李二姐是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 看你以后还管他闲事 真的 我觉得 今天这事啊 责任不全在李二姐 嗯 哈哈哈哈 李二姐的人虽然不怎么样 可我觉得今天这事吧 他没什么错 啊 他还没错 哎呀 他买鞋啊 少给人四块钱 都让人家追到到门口来了 就算是这样 那也是人家自个儿的事啊 应该由人家自己协商解决 就是解决不了 人家还可以找地方解决呢 您说您 也不是派出所啊 也不是工商局 也不是消费者协会 哎 人家也没聘请您帮着裁决 这鞋到底应该值多少钱 这四块钱到底该给不该给 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办 压根就不是您应该管的事儿 怎么不是啊 他们跟那院里头喝 大吵大闹拉拉车舍 那李二姐还能喊救命啊救命啊 我正好从哪儿过 我能不管吗 是不是啊 你看 这是得管 你看都出人命了 还不得管吗 别的你就不能管 就是啊 就什么这鞋到底值多少钱 该给不该给 什么讨价还价 哎呦 这与您什么相干呢 我也是好意啊 是吧 我看他们就为几块钱 在那拉拉扯扯的 是吧 对了 我给那四块钱里边 还有两块钱是我自己的呢 我都豁出去了 我花钱呢 买个清静 要我说啊 你豁的还不够 反正也豁一回嘛 干脆全从你自个儿兜里掏 直接给他数个钱 他们也清静了 你也清静了 哎呦 还真是啊 哎呦 早知道这样 我真是全豁出去了 觉得吧 就算您全豁出去了 也不一定就能得点清静 怎么着啊 我自个儿的钱 我爱给谁给谁 我还不清静 那谁还能说过什么呀 就算是您自个儿的钱 那您全豁出去了 可您不能影响别人呢 我怎么 是吧 我给您反过来说 好比您跟大街上买东西 正问这四块钱 跟那个小商贩砍价呢 这时候李二姐从旁边过来了 她说把她豁出去了 她的自己的钱 她花钱买个清静 就替您把那四块钱给了人家了 您说您愿意吗 我 他那种人 他们干出那种事来 我说如果嘛 如果李二姐干出了这种事 那您愿意吗 我当然乐意了 好不好的 我先省下四块钱再说 不一定吧 您当时有可能会想 你凭什么替我给钱呢 我凭什么要欠你这人情啊 再说了 我是因为这四块钱嘛 我是因为别的事跟她砍价 我觉得她这东西她不值这钱 她哄台无价 我正跟她争着脸呢 你说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对 没错 到时候你准这么想 那 那好像也没准啊 你是她 所以说呀 就是您自个儿的钱 人家都不一定乐意 何况这里头 还有李二姐一半的钱呢 这就等于是 您帮她把钱给还了 您做主 把她给豁出去了 这您肯定不占领啊 哪那么玄乎啊 那里就两块钱 治愈的呢 这治愈不治愈的 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 您没有权利替别人做主 您既然捡了别人的钱 就应该把这钱还给人家本人 这么简单的道理您都不懂啊 哎呀我懂啊 她那本人不是差人家钱呢吗 那也应该是 您把这钱呢 先还给人家本人 再由人家本人呢 把这钱呢 再还给别人 那不是她这本人 她不还吗 你没看见他们拉拉扯扯 拉扯扯 这都跟您说了嘛 再怎么着是人家自个儿的事 是吧 就甭管人家拉扯成什么呀 您没有权利 替人家还钱 就没有自己的钱啊 替人家还的不行 何况您拿的是别人的钱 别人既然没有委托您 人家就可以不认账了 对啊 没错 我看孩子说的有道理 孩子说的有道理 你说的也有道理 那个死不了的李二姐也有道理 就我没道理行了吧 是吧 那李二姐还说要跟我妹妹俩吗 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怎么办呢 李二姐就趁假想事 一会儿 您上李二姐他们家去 把这两块钱还给他 给他赔的不是 告诉他下不为例 这不是 什么 什么 就这么完了 这可不就完了吗 这李二姐那人大嘴咧咧的 他肯定不能再跟你计较 什么 他还不跟我计较 是吧 您太子再诚恳点 那爷爷检讨再深刻点 是吧 他抬手也就拖去 什么 他还抬手让我过去 我过得去吗 我 这肯定过去 他祖国能修炉饭吧 哪有这么不饶人 是 什么 他还不饶我 不饶 那怎么着 您来给您留条活路吧 就蘸饭他得留活路了 什么 他给我留活路 我蘸饭 我蘸 我还就蘸饭了我 我还就不给他能活路了 你们等着 我把他杀了就回来 哎 你还骂 你还 你是这人 他马大姐 吃了吗 我这还正说呢 我一会下楼去找您去 你放手找我 我自己来了 有话赶紧说 趁着明白 您这是怎么了 还没下午那事呢 这下午这事啊 我回来啊 我越想啊 这这越是我的不对 那这怎么说呢 我 我是 我这是给脸 不要脸 我拿着胭脂 不知道往脸上摸 往脚活根摸 我这 跟着这么着 您伤过俩嘴巴 你伤过俩嘴巴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 我还真得考虑原谅 哎 马大姐 您还真得原谅我 您吃点面 啊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人脾气 我就这么一狗脾气 是吧 缺心眼 外加认死理的 我这提起来就不管不顾的 您这 哎 嗯 这还差不多 得 这两块钱呢 就当时 我从地下捡起来的 你那两块钱 我还给你啊 呦 马大姐 您这是干什么呀 啊 您这 您这 您这笔骂我还 您这笔抽我俩嘴巴 还要让我难受啊 这真不行 我 我跟您说 这这 这两块钱算 您替我给人家的 我现在还您啊 啊 这不是 不是 你又 换 那那那 那这 咱 谁也甭还谁了 这算两千了 两千了 那那 这怎么行呢 不行 马大姐 您必须得拿着 我不要拿着这两块钱 不行 要是您不拿着的话 就就算您没原谅我 我真的 你不拿着 那我 那我就拿着 哎 哎呦 真是 哎 你这是 飞飞宝贵的干什么呀 这是 还不是为了那该死的潘大信吗 他在我这住了几个月 把我这屋弄得乱七八糟的 跟一狗窝似的 您不是双休日吗 我想趁着双休日啊 先把这墙 给刷上 啊 你自己刷啊 嗯 你会吗 嗨 实践中学吧 呦 那行吗 回头我把这墙 再刷得跟花瓜似的 不更像狗窝了吗 呦 你别说 哎呀 去年呐 你家装修 我自己啊 还真刷我墙 这是个技术活 我呢 还真干得不错呢 要真的呀 哦 太马大姐啊 您能不能那个 反正明天 我是想开始自个干了 嗯 要不 我下楼去请您上来 给我当当顾问 还当什么顾问呢 既然你都求到我了 明天我就过来跟你一块干 真的呀 呦那太谢谢您了 真是好大姐 不过 就咱俩人 明天能干完吗 这些活 哎呀 哪 有妈哪成啊 就是啊 这 可是我还等着住呢 啊 你说这屋这一天一地的 乱七八糟的 是 这 我倒是想在外面请俩人 可是在外面请回来吧 您在我的屋里里东西 有 不行不行 不能从外边请来 去年你家装修 差点找一小偷来 呦 那那那我这可怎么办呢 我这还急着住 这乱七八糟 哎呦 真为难死我了 您就 这个 别着急 他脸儿姐 不着急 咱们 得 我也喝出去了 明儿呢 我让我们家老王 艾佳 一块过来 帮你干一天活 哎呦 真是 哪大姐您真好 真是太感谢您了 那我明儿等着了 谢谢您了 我不送了 不成啊 你豁出去可以 你干嘛把我跟爱家也豁出去 就是啊 妈 我不刚教育完您吗 不是 您刚教育完我 不是 咱们不如大家刚互相教育完吗 你要说 你只能把自个儿豁出去 也不能妨碍别人呢 不能把我跟我爸都豁出去啊 就是 对不对啊 是啊 我就是把我自己给豁出去啦 哎 哎 再说 我这是没有妨碍别人呢 我这是帮助别人呢 帮助别人可以 是不是 这谁也没拦着你呀 可你干嘛快拉上我跟爱家 你们俩 是啊 你怎么就不帮助别人了 我们帮助不帮助呢 那是我们自个儿的事 您没有权利替我们做主 你家人还分什么你我呀 再说这又是好事 我就替你们俩做主了 那不行 你最起码得先问问我们俩有没有时间 对不对 那不是做好事吗 哎 明儿我也打算做好事 嗯 我做更大的好事 明儿啊 明儿我们单位义务劳动 对对对 明儿我们单位义务协协 哎 我们单位义务劳完了呢 我我们义务执勤 对 义务协协之后呢 我们义务执 哎 哎 不不不 然后我们全民健身 哎 然后我们环城朝堂 哎 然后我们横步海峡 然后我们飞越开平衡 那胡说八道 一无陷完雪 嗨 一无直树 一无长跑 飞越太平洋 一怕活活累死了 哎 您管管 反正我豁出去了 哎 我也豁出去了 你们豁出去了 我还豁不出去呢 哼 你们不刚才说了吗 哎 自己豁出去了 不要妨碍别人 谁要 还妨碍你 还没妨碍呢 你们俩这么活活累死了 那我还不得 活活 哭 你看 我们那爷儿俩吧 就跟我互斗完传 不肯忙忙 现在又是咱俩人呢 没关系 马大姐 就咱俩人也行 咱还不会那笨鸟先飞吗 我 还是白村再干一天 能碗 差不多 真碗 这都快十点了 对 我也糊涂去了 行 给你帽子 别 本来是明天用的 这感情好 省马脱弄脏了 是是是 这真不错 这就是有经验 就很快 把内衣子往前点 糊涂糊溅上 好久 再也不买这种家 厉害 大了还掉了 你看 我们俩来看这个 一二三 快 你别松手啊 还不够吗 谁搬家呢 谁搬家呢 我们要刷这条 人手够了 不用您帮忙的 谁帮忙 这都快十点了 还让不让人睡了 这 这 东末嘛 您怎么十点就睡觉了 我都豁出去 一宿不睡了 你豁出去也让人家一宿不睡啊 他也不跟你说 我跟他说 你跟我说什么呀 这里有我什么事啊 这都是他的主意 怎么是我的主意呢 李二姐 您可不能这么说话 怎么了 不是 这真没我什么事 你们这么乱 我说你们俩说话 出去说 你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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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二姐 你这个 走走走走 找就说理去 说什么厉害 回去都睡觉去吧 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从火起到死 从死起到火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就别生气了 哎呀 我就说嘛 就算你豁出去一宿不睡 你得考虑别人不是 怎么是呢 我豁出去 我为谁豁出去 为李二姐 我凭什么呀 哎呀 哟李二姐 哎家 找我妈啊 你妈在哪 干嘛大姐 你去走吧 还生气呢 你别生气了 我跟你说 我是故意把那人给轰走的 你别人啰哩啰嗦的 妨害咱干活 走吧 跟我干活去啊 咋子 还干呢 我豁出去 你怎么又豁出去了 我豁出去再也不管你了 走 嘿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也不算完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气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不自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元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新年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